我們現在呢 這一家比較好走啦 所以我們就選這一家來 來 正方選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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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去年有做圓圈KG 圓圈KG 今天做的難度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要做的要比較複雜 然後難度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要去多做 回去之後多做一些 然後來實驗看看 好不好 好了來 那我現在先把它點出來 大概一個 你旁邊有尺對不對 對 拿用尺來 用尺來點 這樣會比較沒準 大概3公分 3公分 你看我把它點出來 3公分 這裡 3公分 3公分 那一條線有沒有 中間那一條線下來 來 3公分 畫白了 來 3公分 點一點喔 不錯畫一條線 這會畫給你看 在三公分的地方點一點 點一點 點一點就好了 點一點 不錯畫 這個畫一條線 我們預計在五分鐘內把它完成 因為這下比較好折 好 反過來 點的那個點在那裡 反過來 好 上面來 這個可以倒過來 上面折下來 再把折到那個點 折到那個點 看還是這樣 折到那個點 我坐下來好了 折到那個點 好了 來 5分鐘 這內板要做起來 那你可以把今天做了大多練習 你回去你慢慢做 而且兩邊很對稱的 慢慢做慢慢做 他做起來越做了越慢 做出來的慢攻 出細活 你做出來會比較好 好來 再來翻過來 翻過來 翻過來 一樣點三公分 點三公分 再點一點 再點一點 三公分 沒辦法 再點一點 三公分 那一條線點下來 三公分 三公分 剛剛記得 我剛剛是在這裡 要翻過來 翻過來 剛剛是在這邊 有沒有折下來 然後翻過來 好 點一點了 對不對 好 再來開始折了 用那一點當做折線 把它折下來 那一點 不是 不是折到那個點 是那一個點當做折線 折下來 跟剛剛不一樣 剛剛是折到那個點 現在是那一點當折線 好 折下來 用 用筆把它刷一刷 從中間 往兩邊刷 往兩邊刷 再來 這一架飛機 這一架圓圈 飛機座 他形狀很奇怪 但是呢 飛起來很好玩 他更是你要會那個 來 再來 再來 這一棟 這一棟 再來 底當折的這一塊 這一塊有沒有 這一塊 再把它對折下來 對折下來 對折下來 往裡面 也就是在折 把它對折下來 對折下來 對折下來 把它這一片變厚了有沒有 好 一直刷 一直刷 從中間 你看我們捏著有沒有 這邊刷過來 有沒有 對 再刷過來 刷過來 這一片 把它黏得越緊 越扁越好 越扁越好 好 來 再來 再刷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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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過來對不對 你看哦 對 這裡 我看 好 來 你看 剛剛那個 我們剛剛這樣子好了 剛剛折下來對不對 你把它反過來 然後再朝上 來 開始 兩邊壓在這裡 壓在這邊 好 開始往外擠 把它擠出來 擠出來 慢慢的擠出來 擠到旁邊 旁邊的時候被抓到兩隻腳有沒有 來 兩隻腳 來 這一次 擠一下 把它擠出去 好 到最後 兩隻腳有沒有 你看兩隻腳呢 這裡有缺口有沒有 你前後 前後把它卡進去 然後往下 往裡面壓一下就卡住了 對不對 這裡 要不要再一次 再一次喔 來 來 再一次 來 來 再一次 來 再一次 這個擠壓很重要 往裡面 往旁邊擠喔 擠喔 有沒有 擠到之後呢 後面這兩隻腳呢 前後 前後把它箱進去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插 手尾都往裡面動一下 它就會那個 它就會跑出來 好 中間壓著 中間壓著 定輸機 定在那個剛好中間這裡有沒有 這裡 然後這裡 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兩邊卡住的地方把它 定一個 這樣就OK啦 這樣就OK啦 有沒有 這樣就OK啦 好 定好之後呢 定好之後 邊邊的 邊邊的再把它 稍微再把它壓平 再把它壓平 那也有突出來了 那個地方 再把它壓平 把它壓平 壓平 我們現在是在做帽子 對啊 小朋友都會拿來扛帽子 好不好 來 藝術針喔 要確定 所以父母要那個方法慢慢注意 有時候要確定有定上去 不然手一刷就會刺到 好 再來 再來你看喔 開口 這開口對不對 我們把它壓的變成橢圓的 慢慢擠 你不要把它拉的 慢慢擠 把它壓成橢圓的 橢圓的 壓成橢圓的 稍微壓扁一下 壓成橢圓 壓成橢圓 來 壓成橢圓 壓的 你看喔 你看喔 變成橢圓的 扁扁的 稍微扁扁的 盡量用擠壓的 不要直接把它壓下去 盡量擠壓的 這個底下這裡 底下這裡讓它稍微平一點 平一點 你看喔 這樣就做好了 好了 其實齁 我都在後面用剪的 但是齁 如果沒有剪的話 下面盡量平的齁 那後面這個地方讓它有一點圍圍往上彎 後面這個 這個地方圍圍往上彎 圍圍往上彎 這下怎麼可以 拿 注意喔 是這樣子拿的 可以這樣子拿 這樣子拿 可以過去了 在這裡 老師老師再可以一次 再可以一次 你看喔 我們要讓風斷進來 好現在這次往這邊 來 來 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喔 任何一架飛機 掉下來的時候 拿它頭 你看翅膀一抓 你剛剛調整的球做跑掉 會這樣子 注意一下 來 沒關係 再來再一次 我再把它拉一下 好 出去了 沒有那個 這次沒有那個 好 進棒球 好 滴這樣之後 多試幾次齁 注意喔 那個底齁 那個底呢 盡量把它弄挺 後面在這邊敲棒 如果你不是這樣子的話齁 來 看一下 大人可以這樣 進進來就這邊 兩邊有沒有 你就這裡 你還記得我們那個 剛剛四支剪刀那個有沒有 你在靠近你把那個位置 一樣剪一點點 平行的剪一點點 讓它產生往上翹 這樣的話 會更好 這樣會比較好控制 你看 有地方 用剪刀兩小塊 這兩小塊 兩個兩小塊 讓它稍微往上 這樣的話 這兩塊的 基本上是會比較 比較好一點 飛機你要想像中那麼穩定 來 那個 那個 我們畫一下 欸 不是這樣 在這個地方你看 平行的 很快 這樣子 等一下 把這個 撬高 讓它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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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是跟中間線平行 平行 中間線 平平平平 有沒有 我是畫的不是很那個 大概 0.5到1公分 都可以 有沒有 這個要練習 不是要那個 來你看喔 像用飛機對不對 要直直的把它送出去 有沒有 送出去 直直的送出去 它才會有飛的作用 來 像換這邊 來 我再做一次 你看 直直的把它推出去 好 來 好 好 來 好 來 怎麼那麼準 來 注意喔 這個下面盡量讓它平一點 讓它看起來拖遠 拿的時候 注意喔 你不要像丟棒球 丟那變化球 這不會非常好 好不好 你要那個開口 把空氣灌進去 而且這個 你直直的灌進去 它才會飛喔 知道嗎 因為這個 這個更 不好飛 要這樣直直的出去喔 你不要 拿到這裡 然後這樣 注意喔 這個 開口的用才是頭 這個不是頭 你不會這樣丟 這樣絕對不會飛 那好 我們就 做這個 你回去好好練習 回去好好練習 如果你們要那個 這個 這個的話 你們就上我那個 Youtube去看一看 好不好 選擇再厚一點的紙來做 那今天呢 我們紙培機 大實戰的 坐到這裡 非常感謝中央大學 非常感謝 朱老師 非常感謝各位 好 那以後有機會 我們再來做 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好 謝謝朱老師 回覆加碼 一個 這個奇心怪狀的 這個培機 去年暑假有來 我不知道大學 坐這個飛機的舉手 所以你們今天這個 應該要做得更好 去年有做得更好 還記得嗎 還記不記得 去年沒有那個 加入科學廣場 放暑假 我們有做這個 對 好沒有關係 就是 去年我們來都無所謂 今天有說到最重要 好不好 那 大家經過今天這兩小時 就知道為什麼 每個 就是每一個 年度的活動 都一定要記得 請左老師來 我現在是比較擔心 越來越請活動 因為太多人要請 左老師了 那我們過去 前兩年還辦了一個 那個 左老師的紙飛機展覽 因為大概很多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看到剛剛這裡 很多飛機 其實很多那個結構 已經是藝術品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我們 需要一個藝文中心 幫左老師辦了一個戰 那希望未來 假設還有機會的話 然後各位注意 我們網站上的活動 可以去看那個靜態的 很漂亮的飛機 各式各樣的飛機 然後我們也會帶動所作 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 非常謝謝左老師 我們最後一個 正常的 家人特劇廣場 最後一定要有一個 感謝中文的頒發 那我們就謝謝左老師 今天為我們帶來 這麼精采的活動 好 借各位的手